屋邨女孩的法國廚房 法國菜不是很複雜的 其實是在家裡用香港食材都可以做 我把我煮的東西 拍的照片放上這個項目 不知道哪裏放機關會否方便我自己 你會發現拆開這個裡面有東西 拿開這個盒裡面還有一個盒 今天用月桂葉 這樣 這樣 2012年當時做編輯的 發現了一本叫 美美關係 Julie and Julia 本書其實是說 有個叫Julie的女孩 發現了一本法國菜的食譜 其中一幕是說她煮這個紅酒燉牛肉 那時候我就很好奇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第一次煮紅酒燉牛肉的時候 是一個災難 但在這裡燒爆了那個鍋 自己一個 我記得我還坐在沙發上等 一直聞著很香紅酒和牛肉的味 拿出來第一次試吃的時候 真的蠻驚訝的 原來自己也做到 後來就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她工作假期是 最想學煮法國菜 膽粗粗 拿著法文的CV 請問你沒有消息 她在牆角 拿一張很巢的紙出來問 這是你的CV 不好意思我們不聘請人 那時候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住一年才離開 無論有多窮 其實很多時間都是自己一個去做 其實這個位置是很好的 有些浪三竹 可以讓我掛著一些東西 有些機關 我就算自己一個人 都可以做到很多隻手需要做的東西 有時候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沒有其他人的時候 我就很專心切東西的時候 不知道可能那個思緒會飄到很遠 我覺得是一個溝通 和自己溝通的時間 最初是想自己喜歡拍照 喜歡攝影 喜歡煮食 想將這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慢慢做 就想讓人知道 其實法國菜也不太難 雖然複雜 但其實可以做香港版 有些食材你找不到的話 其實如果試用香港本地食材 去取代 其實味道也不錯 會啊 會去法國 真的點回那隻紅酒燉牛肉 還要很耳熊 說回法文 不知道 吃什麼 Beef 波娟傭 應該是Birth 波娟傭 人家懂得聽 很開心